我们的H-O 它所产的青小分子有很好的穿透力 能够彻底的清除坏的活性氧 比如说你看这个 我们的H-O 它所产的青 它能够很容易的进到我们的细胞里面 去清除坏的活性氧 比如说我们吃的维他命E 荷莎素 多分 C 这类的分子因为太大 所以在某一些部分的细胞 它是没有办法渗透进去的 尤其是这个 立腺体 脑瓶脏 还有这个生殖系统等等 这些部位呢 这个其他的anti-oxidants 是进步到去的 只有青分子 因为它小 它又有穿透力 才能够进到里面去帮我们 帮我们做排毒防发验的效果 来帮我们防病 我们的H-O 的这个青分子 是非最小的这个anti-oxidants 一般的这个抗氧化剂 是它的 比如说维他命A C 因为分子太大 而不能穿透到哪里呢 立腺体 所以立腺体呢 你吃其他的anti-oxidants 你吃了之后 不会觉得很快的恢复精力 就是因为他进不到这个立腺体里面去活化它 还有去修复它 去反省它 所以 那么还有呢 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脑 脑屏障 所以进不到脑屏障 所以变成呢 当我们用H-O的时候呢 我们脑部的问题 加上神经系统的问题呢 都可以一一解除掉 第三呢 生殖系统问题 很多男女都有生殖系统病 对不对 所以当你用H-O的时候呢 H-O能够渗透进生殖系统呢 清除生殖系统里面的毒素呢 也就是能够帮助我们避开 男女生殖系统的病痛了